每张照片中 都隐藏着许多生活的细节 每张照片中 当这些细节被发现的时候 它背后的生活 或许会被赋予全新的意义 这里面也没有啊 这 你什么时候丢的呀 找啥啊这是 下午两点左右吧 他钱包丢了 钱包丢了 找什么样的 是一个三角形的金色的钱包 什么时候丢的呀 刚才是两点的时候 别的地方呢 都在这儿啊 是这个吗 对 就是它 李太太 你方便把你的钱包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吗 我今天没带 小师傅 要不这样 我回去一趟给你拿过来看看 好 不行不行不行 小蔡啊 你不是说 你的钱包是两点左右丢的吗 是啊 没错 两点啊 我在小麦不遇到李太太 我们聊得很开心呢 不对啊 这个时候我太太应该跟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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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太太 要不我们一起去拿吧 李太太 这个也不是你家呀 李太太 你也早知道了 设计师小赵 对吧 妈妈 她梦想成为设计师 但为了照顾家 她只能先成为李太太 在街坊邻居的鼓励下 她租了间公寓 趁李先生上班 孩子上学的时候 在这里做回自己 慢慢地成为了设计师小赵 老婆 其实呢 你真的可以不用瞒着我的 我当然会支持你的梦想 太好了 谢谢大家 以后都不用再帮我瞒着了 小蔡 前面找到了 小蔡啊 您在哪儿去找的 就在下面丢的那个地方 太好了 就是这个 没一个小小的意外 秘密不见了 隔阂也消失了 轻浮的感情 往往表达强烈 深沉的感情 总以无声的方式呈现 人们说 陪伴是最场景的告白 无声的守护 就是最深沉的陪伴 我们下定了 我们下定了 我们下定了